今天是禮拜五 晚上 上完了明治科大同學下午四個小時的線上課程 因為疫情的關係改線上 上完課非常圓滿成功 規矽大法吃防疫餐規矽大法起來趕快回答同學的問題 那今天有不錯的問題可以做一個小單元來回答一下 另外也順便感謝這位Terry Chen 的分享 他講老師 的說書解遷對我這個 受台灣傳統英語教育荼毒下的英語學習者在入 欲入門英語小說這座寶山時 確實有蠻大的幫助感謝 另外老師在踢爆英文江湖速師時不挑軟 而是專挑台灣英語教育界的巨人 這種勇氣是最讓我敬佩之處 感謝同學鼓勵這不是故意的 我是 同學問問題我解說也許 不小心觸怒到了 我們英語教育界的巨人 這樣子 有得罪之處 還請見諒 請各位 這些巨人們 傑克宇先鬥 這樣子 看一下另外一位同學在我的寶山留言 昨天把 The Pelican Brief 讀完了 我就 貼在我的寶山裡面讓同學做一個 參考 他在這邊留言講 J同學 大師可否我不是大師請教一個問題因為 問題較長請您直接到網頁觀看 所以這個點進來呢就是這個 問題 好我們來看看他問什麼 大師我不是大師可否請教您 我無意間看到書櫃底層有一本N年前買的 簡易英文改寫的英文經典名著 裡面大約是經典故事會附在文末 雖然我現在都只讀原文書不再讀這種改寫的 但想 很想 聽聽您的看法 我個人認為這種簡易改寫過的英文故事雖然文字上比較易讀 但很多對話情節都省略成 一句 話帶過 根本沒有對話內容只是變成在 敘述 感覺不精彩而且不易了解劇情 問題 第一 您對這種簡易英文改寫的經典 英文書會推薦閱讀嗎不會 第二 還是都不要碰這種簡易的英文 直接從原文小說下手 呃 是狀況 三 您對市面上這種改寫的英文經典 看法是什麼 博開朗好像有很多這種改寫的英文經典 似乎還有一定的市場 可能大多數人英文有限 讀不了原文小說 以上問題 謝謝大師 喔不是大師 那他給了很多簡易英文的英文 經典名著 從 Henry V Gulliver's Travel 等等一路 列了24本 那他舉了一些範例有圖 有照片 Gulliver's Travel 葛列佛遊記 就這麼長的故 這麼長的故事這本簡易英文經典只用了八 面就講完 他有照了一些內容 還有中文 那當我們看到中文這樣就知道已經扣分扣完了 英文好不好在其次啊 那我們待會也可以來探討這個 為什麼我不鼓勵 你看 我得知小倫國的敵人不是這個 這個就 扣分大概就扣完了 他很辛苦的 很認真的列了一些圖跟文 然後下面的翻譯 他最致命的就是中文翻譯 因為我們讀英文的經典 不能夠用中文來去理解 而且看了會狗屁不通 那我就來逐一簡單回答 第一個問題 你要看簡易改寫的經典英文的小說也好 故事也好 乾脆不要看 因為所謂的經典就是說 我要去 為什麼要看這本書 即便你沒有看完 你看的三分之一都好 我是要去 體會那個年代 注意我講年代 那像這種 Gulliver's Travels Jonathan Swartz 是小說剛剛出來 的那個年代 我不知道 我不去做 吊書袋啦 但是他那個年代距離我們這邊 現在的 時間 應該有一段時間 一兩百年應該跑不掉 待會可以來查查看 那寫這種 小說預言性質的小說他一定是嘲諷 用簡單有趣 的內容 他只喪罵回來去嘲諷 所以他比較 偏向於Settile Settile多半都18世紀19世紀18世紀那個時候 如果要實作 我們可以 實作看看 好我就用實作的 有沒有看到他的出生1667年17世紀 末於1745年18世紀 他寫的東西 他是 Settile 就是我講的 嘲諷作家 寫的題材是Settile 所以Gulliver's Travel就是Settile的一種 有沒有看到 1726年 就是18世紀 距離我們現在 21世紀 300年 你可以體會 這個體財 第一個是Settile 什麼叫Settile 什麼叫做 18世紀的小說體財 這本可以 嚴格來講 可以算是一個 小說的形式 嚴格講 因為有對話有整個故事 大綱的內容 好點進來看 他是屬於散文 的 風刺文 所以他是一個 Pros 我們講是散文 散文一般來講 結構沒有像小說那麼嚴謹 然後你知道他的年代 1726年 而且你看他的書名 原來那麼長 原來長這個樣子 這些是我們要去 看的 他是Angler 愛爾蘭跟英國 的作家 而且是一個神職人員 他嘲諷什麼呢 人類的 天性 等等 所以 我不要去看的是那個年代的英文 原文的部分 所以可以體會一下他原文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原文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原文 因為這個畢竟也是維基百科 我就先跳過去 我們要了解他時代背景 然後我們為什麼要讀原文 讀原文就是去 原汁原味的了解 時空回到300年前 的那個樣貌 讓你回到那個時候 你去體會 可是我們可以從 這樣的一個 故事內容 如果你改寫的話 全部都沒有了 全部都消失掉了 你去看這種簡易的東西 看的都是一些 改寫的英文 這個英文是改寫的人寫的英文 而且蠻憋角的 所以我第一個不推薦的原因在這邊 你要去 探索的是我剛剛講的背景 這個人出生 這個書是什麼樣的體材 他為了要嘲諷什麼樣的一個政治 除了人性之外 有沒有一些政治背景在裡面 了解散文跟小說 是什麼樣的差別 那我們 對於這樣的一個訓練很缺乏 好像 就是故事 只是看那個故事 故事拿來看沒什麼好看 當你沒有這些背景值的時候 已經喪失你去閱讀他的意義了 那是不是一本書一定要讀完 你沒辦法讀完 你至少 去 看一看理解一下 也可以 那我們就來看內容 這個全文朗讀 有圖 然後有中文 好 那當然這個改寫的 也還可以啦 那我們什麼時候會讀這種東西呢 我們念文學的 或是你要緊急應付 文學的考試 記住是考試喔 不是 不是閱讀喔 去應付這種考試多半 大學生 高中生 在美國來講高中生有這種文學的考試 他這本書看完來不及 看完也無厘頭他可以買一些 導讀來看 這個我有這類的書 但是注意 他是考試用 你念文學一定都有 但你不要被老師發現 老師發現你抄裡面他也知道 我們是拿來做導讀跟應付考試用的 叫Club Notes 每一個念文學跟準備要考試的人都會有一本 應付 特別講這是應付 因為你有時間壓力 你要準備的科目很多 你不想把時間全部花在這一門上面 你買來做一個 導引你的應付考試一個東西但你還是不能偏離原文如果你到了大學以上 你沒有引用原文老師會 直接 這些不給分的 這樣子 就是說你在寫生論題也好 檢答題也好 你沒有把 原文裡面 的 東西引用出來 寫到原文是不會有分的 分數很低啦 我們就用比對的方式那我有好多本這種 Club Notes 先看看他 怎麼排列 他先開始是 Book Summary 把這本書故事 這個Satire的 摘要寫一寫 我們可以看這個摘要只有 一開始只有一點點但他每一個 每一小冊 Book 1 Book 2都有摘要 他的大綱是這樣他有人物的介紹 有 摘要跟分析 所以你看他有總共有 12章 他有人物的分析每一個人物他都會告訴你怎麼回事 主要的人物 主人翁 Lemure Gulliver 後面這些都有連 雅虎都有雅虎是那個原住民 好像是那個島上的原住民 然後呢 Critical Essays 是指你要寫生論題的時候 有一些 批判性的 生論 怎麼生論 他的哲學跟政治 我講都有一些 批評實證 但我不能直接批評怕 上斷頭台 我果然摸腳借由一些虛構的東西來批評 那你就要了解 這個 Gulliver Struggle他寫的時候的政治背景 是什麼王朝 他才會寫 這個Satire是諷刺 諷刺誰 那他有 當成戲劇來演的時候裡面的人物 然後有一些 導讀的一些協助 有一些問題重要是這個quiz 因為你看這個clip notes就是為了要考試 就做一個模擬他會怎麼問你要怎麼答 還有一個 即便是這麼輕薄短小的書他都有 所謂的glossary 就是 按照字母排列裡面的人做一個對照 然後有asset questions 有生論題的問題 等等 這是應付考試用的 我相信念文學的每個人都有人熟一本 你看我們來看內容 再來比對剛剛我們看的內容 大概是 《Gulliver's Travels》 是一個 一個 索套的戰略 在虛限中 一實在 是 第四位 是 公司的 梅雨 索套 船 每個 罪對 無天 而 在 船 學 柱 人 俄 living with people and animals of unusual sizes, behaviors, and philosophies, but who, after each adventure, is somehow able to return to his home in England, where he recovers from these unusual experiences and sets up again on a new voyage. 他是反复的出航,返航,出航,返航。 然后呢从他的到漂流到每一个不知名的荒岛上面遇到那些身材比例很不正常特别奇怪的这些人跟动物上面 从这个当中恢复 恢复过来原本受到惊吓恢复过来然后再出航 好我们再看比较一下这个不管 第1章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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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 helps them solve some of their problems especially their conflict with their enemy 有没有看到 他协助了这个荒岛上面的居民 问题帮他解决了 这个有没有在反映当时的时代 那你再看一看 我看Cliff Notes 跟看同学给的 My name is Lemuel Gulliver a British citizen who was trained as a surgeon 就觉得很奇怪 那他这边是 a ship's surgeon 用所有格 这边有所有格 那就没有问题 可以用对照的 但是看看他的铺陈写法 After years of I was on my journey home when our ship encountered a violent storm 他用第一人称 来讲 但是这个是用第三人称 Gulliver 来讲 当主持 主树者 是第三人称 来描述 刚刚看的那个是第一人称 所以 有一些地方不一样 这个有分book one book two 这个东西可以比照 我建议说 如果你真的要看 看我们这种 以前在念文学 偷偷买来 应付考试跟 写功课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老师发现 还是要把原文端出来 抄一些 引用一些文章 这个是不得已的受用 但你如果不考试 你要练习阅读 培养人文素养 这个可以拿来当辅助教材 我能接受是Clip Notes 加原文 因为你直接看原文 说实话 我不相信你看得懂 你要自己去研究 花很耗时间 但那个有乐趣在里面 但是你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也没那么多精神 所以可以看Clip Notes 搭配原文 这是我能够接受 以人文训练 我能够接受 你叫我当老师 我能够接受的程度 我不会接受这个 下面还跑出中文 哈哈 这个我不能接受啊 这样子 更何况我接受Clip Notes 是加原文哦 记住哦 加原文 不是直接拿来看 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有Clip Notes 加上原文 还看不懂 那还是要去查别的资料 这样子 我看一下花多少时间 19分钟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看一下分析 它这边有一个 一个 summary 就是再要跟分析 好 这里面讲得蛮清楚的 看分析 这个 first chapter Swift establishes Gulliver's character he does this primarily by the vast amount of details that he tells us about Gulliver clearly Gulliver is of good and solid but unimaginative English stock Gulliver was born in Nottinghenshire a sedate county without ecentricity he attended Emmanuel College a respected but not dazzling college the neighborhoods that Gulliver loved then Old Jewry Fetterland and Waping are all lower middle class sections he is insured Mr. British middle class the Westide 你有没有看到 他是一个中产阶级 甚至中产阶级以下 中下阶层的 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 英国在18世纪 中产阶级 的人物 你不要看他是一个surgeon 他的出生是中下阶层 包含他的 出生的地点 包含他就读的学校 也并不是什么 哈佛 类似 不是哈佛 Oxford 牛金剑桥 这一种 所以我们知道 他代表的就是 当时的 英国 英格兰的 一般的 中低阶层的人 他有一些 意涵在里面 你要看分析 Gulliver is also as might be expected gullible he believes what he is told he is an honest man and he expects others to be honest 他是一个 很诚实的人 然后呢 可能 他这个gullible 可能是口才变己之类的 大家认为他雷言散道 这个当然可以用实作的方式实作一下 如果同学说好我阅读的时候有一点 想要实作 我们就实作一下 easily persuaded to believe something cretulous 他是很容易被人家说服 而且呢 很容易 相信一些事情 就是别人三言两语 跟他讲 他就相信了 他自己会不会这样子 去跟别人讲 我不知道 如果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的话 easily duped or cheated 很容易被骗 很老实 表示 口才辩解的不是他 是别人 这样子 好 这个是我实作的部分 他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要看的是这个 他直接从原文看不出来的 可以从Cliff Notes来了解 好 我就不再多讲 那Cliff Notes这样的一个重书有 所有你找得到的英文的经典 各种小说 几乎都涵盖 他真正受欢迎的是Cliff Notes 因为我自己就有好几本 记住不要被老师看到你拿那一本 否则你会变零分 第二个他不是单纯拿来看 他是搭配有一本书要考 你真的没有时间来不及剩一两天的时间 你要赶快准备好 他是准备考试用的 你不考试有时间慢慢看 当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原文来看 我相信我解答完了 我的看法就是我刚刚的看法 我再重复简单讲一遍 第一个这种简易英文改写的经典英文书 我不推荐同学给的 有中英对照有写的 我建议Club Notes 我刚刚示范过了 第二个问题 还是都不要碰这种简易英文 直接从原文小说下手 看状况 如果小说是当代比较容易理解的 你不考试不赶时间 你就用原文直接看 可是有一些年代久远 300年前比较不像小说 像散文 但是又是这种 satire 买一个Club Notes 相对对照看 都会比原来同学给的 这种有中文在里面的要好 第三个 市面上这种改写的英文经典 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就是不要碰 因为 你不需要看那么多书 你好好地看完一本书 找资料 去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 都会比你看了一堆 十几二十本这种 简易版的要来的 收获要大很多 那同时你要想你为什么要去看 300年前的Goliver's Travel 是什么目的你要去看 而不选别的书 你要想的是这个 还是你要看David Copperfield 是小说了 你选一本书来看 花时间在上面 一定有原因在 你要清楚知道 我为什么要看 不过看来好多字 改写英文经典 似乎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那我不知道这个市场 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 我是没有买来看过了 我的最大容忍限度 就是Club Notes 而且要搭配原文 可能大多数的人 英文有限 读不了原文小说 你其实 要看Club Notes 这种大概配合 音音字典来查 高中程度就可以看了啦 不需要掉书带的话 高中程度就可以看了 所以我就建议看Club Notes 它里面都还有人物的介绍 比如说你看Characterist 它有把祖人翁 Lemure, Gulliver A traveler and an adventurer Gulliver is the protagonist of the travels 俗教 He is an observer of other beings and other cultures 他正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 去观察他周遭碰到 到了一些他不知名 没有去过的地方的一些奇遇 他是一个旁观者 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些主角 以外的 像这个Emperor Liliput Emperor 他的名字就很长 Gobasto Mo Maron Ev Lemi Gerdillo 我相信不是英文 Shuffin Mully Woolie Goo 他可能故意在玩那个文字游戏 表示这是土著当地的语言 Flint Knapp 他是一个 High Treasurer of Lilliput Lord High Treasurer 可能是像财政部长管财务的大臣 Real Dressel The Lilliputian Consular 可能有像 Principal Secretary of Private Affairs 这个是财务大臣之外 另外一个大臣 他是私人事务的大臣 可能是秘书之类的 或是像我们讲的幕僚长之类 类似这种 有没有看到他用的词都很奇怪 很难 连练都很难念 那比较我们觉得好玩的是 看一下Yahoo 我们的Yahoo期模式取Yahoo The Repugnant Anstral Poets Held in Subjection By the Whim Noons 这我都不会念 很像人类的东西 的土著之类的 好 给Tedigo一个参考 那同学你看 这些他编的这些名字 连练都很难念 他已经不是英文了 可能是作者要故意去 把它弄得很奇怪 好 这是葛列佛悠记 我相信我讲完了 30分钟 所以同学 我不建议代表不行 因为同学都已经讲了 有一定的市场 表示大家欢迎 我的看法 参考就好 我的看法是个人看法 所以你不读原文小说 你光看Club Notes 可能也很难懂 还是要对照原文来看 这样子 好 那我相信我就解答完了 简而言之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简言之 一言以逼之 少碰微妙 那碰一定有道理 要碰Club Notes 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接受的范围 但不要被发现 偷偷看 你被真正念文学的老师知道 你在看Club Notes 他又不是不知道 你分数会很低 我们是偷偷看 这样子 好 讲完了 那你不是念文学的 只是好奇好玩 看原文 搭配Club Notes 其他就不要碰了 这里面这些 我会建议不要碰 但你已经碰了 也很习惯了 你就继续看了 也无所谓了 但如果说真的要念文学 真的要看经典 当然是原文 搭配Club Notes 那Club Notes 是为了要方便你考试用 但你如果看原文说不考试 你连Club Notes 都不要去碰了 自己查资料就好了 好这样子 好 我相信我解答完了 待会 呃 我们回到正规单元 应该是Charlie Mike 或者 Tuesday Busmory 看状况 我们可以试状况灵活调整 如果 呃 因为时间的关系 Charlie Mike不行 我先做Tuesday Busmory 明天再来做 呃 Charlie Mike 都不一定啊 因为现在才9点钟 我还有一个小时 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哈哈哈哈 随机思考一下 感谢同学 希望有解答同学问题 我们晚一点 待会再见 晚安 遇到 准备的 对 也是 �